宜蘭县长林滋庙陷入涉贪遗云 包含她的儿子女儿 还有部分县府的一级主管 全数被检掉约谈 虽然顺候林滋庙被法官裁定80万交保 并未羁押 但官邸被查 县府几乎三分之一的主管遭约谈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团队事迹 为年底的选举也投下变数 只只是政治迫害 为宜蘭县长林滋庙抱不平 前国民党立委杨吉雄深夜被检掉约谈 因为他涉嫌协助替宜蘭县政府 贪污弊案 湮灭证据 同党党员齐声声援 不过令营市长也是活力全开 县长的官邸 远然成为犯罪指挥中心 如果你真的没有不法 为什么从事发到现在 也都没有出来做一个反驳 县长林滋庙以及一双儿女 将近三分之一 县府一级主管 全被检掉调查 原来是跟大罗东地区 治水防災区断征收计划 基于六地周边地号1558农地交易有关 解放有定林滋庙与县府团队 土地稍克征了百余万元的土地增值税 这次检房又加码 认为林滋庙还涉及财产来源不明罪 选取前一定会政治操作一直在那边污蔑他 因为他可能身份太高了 下一届他也会在屏中 所以一定会臭康 您个人会相信他吗 政治人不管谁我都不会相信 我觉得我的印象是还蛮好的 现在这样子就觉得印象很差 应该不会投给他吧 到我书馆了 目前法制认为土增税 因为不需到县长层级觉醒 因此上次搜索就已经收押了建设处长 不过财产来源不明罪 被法官认为虽然没有积压必要 但是犯罪嫌疑重大 绿营也主打林滋庙在两度遭搜索后 却无法对外界说清楚 年底选举将至 蓝绿阵营步步为营 这里科研亦南报道